林志玲爆吃到太原肚秃秃白色礼服超紧崩 林志玲昨晚在香港出席2018爱心奖颁奖典礼 她身穿白色路肩长版礼服 侧面看起来竟有些小腹微秃 加上前几天在微博自嘲太原吃到太原了 让人以为是身材发福 但推测是衣服太紧才造成看起来很紧绷的视觉效果 香港苹果形容她的身材仍是保持很好 林志玲每次现身都被媒体关心感情 婚姻让她笑说 你们比我还心急 知道大家都很关心我 现在开始我也要多关心自己 但还没有对象 明白时间要创造出来 要有多些私人时间 会减少工作争取时间约会吗 她则说约会也要有对象 也不会担心成为败犬 单身女生很多 我也会享受独处的时候 当然也期待两个人的幸福 她获颁爱新奖座 多余13万美元约399万元台币 奖金领奖时说称是最有意义的奖项 过去七年参与慈善工作 一开始也会感到彷徨 现在找到方向 奖金将全数捐去儿童教育与医疗机构 她在中国有时间至领姐姐儿童之家 每间大约有2至300个小朋友 未来也会继续做探访工作 好